画面中的人是台湾音乐制作人李孟修 年鱼花甲的他正在为中国音乐家大喜 民族音乐大师数字专辑设计封面 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三十余年来 他和妻子杨忍致力于传承与推广中华民族音乐 至今人称任重道远 欲罢不能 爬涉大陆的千山万水 寻访宗师以民家 我们录制了将近一百张国宝级音乐大师的专辑 内容就是企业篇与合作篇 这前后大概有一千多首 我们做下去之后就发现这件事情的意义非比寻常 所以我跟你先生只能够欲罢不能 李孟修原本在台湾从事流行音乐工作 1989年三十出头的他被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所吸引 便立志传承和推广民族音乐 李孟修的想法亦得到妻子杨忍的权力支持 在此后的三十多年 他们带领团队频繁奔波两岸 徐民家 拜宗师 邀请他们现场演奏录音 我们在录制民族音乐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绝对不使用MIDI或者是合成器 他没办法做到像一个人真实的来拉或者来弹的时候 他有那个一扬顿挫他做不到 所以说我们就是用这个真实的人去做 我们不做那个合成器 团队运用了先进的录音概念与录音技术 用极高的音质水平为明月精品留下动态的历史见证 李孟修介绍 当时录制一张唱片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 乐团伴奏的编制有50人至100人 每张专辑所需人力约1000人次 投资很大 当初为了这个投入是很大的 一开始我公司就设定了两条路线 一个叫做古典音乐路线 一个叫流行音乐路线 流行音乐的路线 它的收益是比较好的 收益比较好 我们并不是拿来花 我们是拿来培养扶持这个民族音乐 所以说三十几年就做出来这样一套东西 截至目前 李孟修和杨仁已制作完成 逾百张各流派国宝级大师的专辑 收录于千张乐曲 岁月流转 大师相继谢世 这些快智人口的乐曲得以抢救 永久流传 杨仁主要负责专辑的文字整理 编辑和翻译工作 他用中英文为演奏家 指挥家 乐团 乐器 以及曲式分析等编辑详尽的介绍 只为听众细长中国音乐宝藏 努力的来做这一套音乐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它是一套 中国民族音乐的百科全书 而且它是可以在世界上 在国际间广为流传的 2000年中国首次颁发 国家音像制品奖时 中国音乐家大戏 全系列获得首奖殊荣 李孟修同时获颁音像制作人 荣誉证书 随着音乐载体更新迭代 李孟修夫妇陆续在全球流媒体 和短视频平台发行 中国音乐家大戏 以传播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过去我们做的是西地专辑 那现在整个社会的趋势是数字专辑 那我们也要为这个数字专辑 继续的往前铺路 让他们有机会 跟我们新一代的这些朋友们见面 李孟修夫妇表示 推广民族音乐之路依然漫长 越是发觉 越是感叹中华传统文化之浩渺 希望邀更多年轻一辈共同前行 除了我们原来过去的 可能二三十年前 我们刚发行的时候 就跟随着我们的那些爱乐者之外 又有一些新的年轻人 他们对这个东西发生兴趣 愿意想要去收藏他们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在继续出这些东西的 一个动力之一